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金融中元季迈入第169年 市长谢国良 议长童子伟跟轮值主谱的郭姓宗庆会 在记者会上共同启动仪式 金融中元季迈入第169年 今年的主题是平安 宣传记者会现场抢先曝光 将在放水灯游行当天 演出的五剧片段 好愿在人间 融合青发战役与当代街舞 展现创新与传统 金融中元季记者会的现场 辅会贵宾云集 还有轮值主谱的郭姓宗庆会 一起到场 共同来宣布金融中元季的到来 三二一 请启动 将我们解锁今年2023 金融中元季 上次启动 早上平安 轮到郭姓主谱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委 跟我们的文化局通力合作 打造出一个平安的一个主轴 平安是我们生活上所期盼的 也是台湾整个发展跟未来所期盼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平安这两个字 希望所有来到基隆中元季时候来的观光游客 不论是国内或国际的旅客都能够带走一份平安跟祝福 那也感谢个性中心会跟我们更积极的配合 那我们未来也会融入更多的旅游文化体育的元素 在我们的农历七月 中元季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承 那看到我们基隆市议会来到这么多的议员 就知道中元季对我们基隆的文化传承有多重要 我身旁有我们郑文廷立委候选人 许瑞茨议员还有施委政议员 都非常重视中元季的文化传承 已经传承169年这不容易 这也代表我们基隆的名片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基隆中元季 你没有看过游行 就代表你不是基隆人 那今年是疫情后 开放国际观光后首次的中元季 我们希望诚挚的邀请台湾爱好民俗的所有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 代表张权泄斗的一个过程故事 那看到我们这么多中兴会的伙伴 共同来参与我们非常感动 那我们今年第三次郭信来承接这个祖福 当然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把今年办好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已经筹备了将近十个月 希望能够在七月份农历七月的时候 把它完整的呈现 我们郭氏中青的祖先就是郭子怡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Q版的郭子怡公仔 那今年会把它放大一百倍 放在海洋广场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主灯 在市府与轮值主谱郭信宗亲会等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期望将中元季的温暖友爱传递出去 让来参与基隆中元季的民众 共享平安与幸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象征有线电视最高桂冠的金氏奖 中家宽平集团今年获得18项的入围肯定 最后拿下公用频道经营奖及创新服务奖 副董事长赖玄武表示 在这充满挑战的时代里 唯有创新才能面对现在与未来的挑战 中家将这一份荣耀与全体收视户分享 公用频道经营奖得奖的是 庆年有线电视服务公司 恭喜庆年创新服务奖得奖的是 新四波有限电视公司 中家宽平集团在今年有线电视 最高桂冠象征的金氏奖中 拿下公用频道经营奖以及创新服务奖 得奖的分别是庆年有线电视公司 以及新四波有限电视公司 中家宽平集团副董事长赖玄武致诗时表示 有线电视要真正了解客户需求 结合科技才能够提供创新服务 今天很高兴能够颁创新服务奖 创新跟科技有关 跟全球有关 但是服务呢又必须要在地化 必须要能够真正了解用户客户的需求 在能够结合两个能够成功 才有一个创新的服务 今年荣获创新服务奖的中家宽平新四波 更是睽違十年后再次获得这个奖项 中家集团连至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林上台领奖时激动的表示 中家宽平新四波能够得奖 不仅是文化部和评审团的肯定 也证明坚持创新是值得的 距离新四波上一次领这个奖是在十年前 所以我想大家的坚持走到今天是值得的 这十年间尤其近五年 我们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再做一件事就是媒体素养的提升 我们一年举办50场的活动走入地方社区 那我想也谢谢评审团对我们的肯定 我在这边再谢谢我所有的团队 谢谢 中家宽平新联则是透过产学合作的方式 深入学校与社区辅导拍摄地方影音短片 并且在公用频道播出 让高雄市民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频道 并且获得评审团的认同与肯定 那公用频道是全民市民的一个共享的一个频道 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 就是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推动 让公用频道可以深入我们的市民的生活 来实践我们的媒体精油的一个精神 中家宽平集团在第23届金市奖获得了18项入围 并且获得了两项系统大奖肯定 也呼应了中家宽平集团坚持物超所值 服务好专业家的价值主张 未来中家宽平集团将持续制播优质的地方新闻和节目 善尽企业责任 也持续推动媒体试图教育 公益活动更是不落人后 并且将这次获奖与全体的收视户分享这份荣耀 中家新闻综合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南市北区曲公所 继正载聊公园的滑步车道启用后 又在文员公园内打造了台南市第一座 环形轨道特色游戏场 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体验滑轨滑翔的速度感 直呼过瘾 台南市长黄伟哲站上滑锁 体验空中滑翔的感觉非常刺激 连议员陈依珍也来体验 这里是台南市北区的文员公园 去公所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 将这座公园打造成台南市第一个 环形滑锁游戏场 从出发平台直线加速到圆湖渠道 总长65公尺 我们文员公园从过去的 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溜滑梯 加上步道 现在变成优化成为一个全宁式游具的公园 总共花了500万 增加一个滑锁道 还有这边上面的遮音 为了确保大小朋友玩得尽兴 台南市长黄伟哲和多位议员 特别来到公园督促相关单位 确保游具的安全性 根据了解 这个滑轨器材只开放给6岁以上的小朋友 不超过100公斤 而且也有许多防护措施 避免发生危险 这个滑轨 特别陷阮不一样的 就是扭下去 它就是使用这个回来 不用再冷 再扫着又扭下去 所以说来到这里 我们只要来好好 准备到我们这个滑轨这个公园 它的规定 我相信都能够到一个 真好 真适合的体验 未来市府将积极开发更多不同特色的公园游戏场 去工作也将持续营造优质的公园环境 提供孩子更多元的游玩体验 即将送回来才能报导 再带你来看高雄国际机场的航班 相较于疫情前恢复了近六成 航班复飞对南部的旅客来说 方便了不少 不少旅客受访时还表示 希望能够再多增加航班 高雄国际机场里有不少民众拖着行李箱 机家带券准备出国玩 随着疫情解封 各航空公司逐渐恢复高雄航班 让不少南部的旅客感到方便许多 非常方便 而且交通很便捷 关系机场 然后我觉得付费还蛮不错的 就是可以不用跑去淘楼园这样子 蛮方便的 7月单月的酝酿统计是 大约是5成6分 回复到疫情前的5成6左右这样子 日前高雄国际机场的航班 相较于疫情前已经恢复了近六成 截至今年7月 高雄机场已经恢复20个航点 每周214班次 部分航空公司目前也有增飞 而有些旅客还是希望 可以再多增加航班 我们希望可以增加日本的航班 那我们可以随时带小朋友出门 日本 韩国都可以 希望可以再多增加一些航班 对 这样比较好可能会选择新外比较多一点 就不用跑来跑去 高雄机场8月1日开始 乐陶有已经开始增飞关系 那华航是有8月26日开始会增飞进步 每周26会各飞三班 双向是六班 国泰航空飞香港的部分 会有每周双向42班增加为56班 香港快运飞香港的部分会有每周28班增加为42班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 今年上半年从高雄入境国际旅客 已经累计达到22.1万人 而且多以亚洲地区为主 约占92% 航班付飞渐显成效 此外自111年10月疫情趋缓国境开放 至今年6月 住宿高雄外籍旅客也是增加的状况 随着航班的陆续的恢复 以及观光邮轮双母港的策略奏效 再加上市府进来推出了很多精彩的活动 所以目前住宿在高雄的外籍旅客 已经逐渐的回温 从去年的10月份 一直到今年的6月 单月住宿的外籍旅客人数 已经有3.5万人 上升到9.2万成长了将近三倍 而且观光局近期将前往新加坡 马来西亚推广之外 未来也将持续锁定日本 韩国及东南亚等区进行行销 并持续向中央争取国际城市 航点航线的恢复 让高雄走进世界 世界走进高雄 记者素患君装书亭高雄报道 为让民众体验火箭探空的魅力 南方购物中心 即日起到9月3号 举办全台首场太空学校火箭梦基地特展 现场除了有三四公尺高的大型企偶 另外还有2016年 试射成功的火箭原型针基 暑假期间 南方购物中心与 库洛洛洛太空学校 阳明交通大学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合作 在购物中心广场打造南台湾第一座太空学校火箭梦的基地 将控制中心复制到现场 开幕当天邀请小朋友穿着太空服装 一同与宇宙探险队苦啰啰带来精彩的舞蹈 让每位小朋友看到大型玩偶都相当开心 我觉得这次也是很难得的 也是机会啦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学校的一些科学研究等等 其实很少有机会去跟大众去诉说 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当然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以跟政府单位一起合作宣传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跟民间的企业一起做合作宣传 因为我们面对的客群其实可以不一样 我们推广的客群可以不一样 那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 就我们希望能够更推广就是关于整个火箭 或者是太空科技的一些现况的一些发展 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到底目前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希望做到什么事情 让大家可以明白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火箭的发展 为什么要去做卫星的一些发展 现场除了展示前瞻火箭中心专属的工作服 播送团队记录影片 另外更独家公开2016年 试射成功的火箭原型针机 小型双截探空火箭 与双截科学研究探空火箭 将火箭专家一起打造的过程完整呈现 另外展场还设有 Kuroro主题快闪电 推出宇宙喵Kuroro周边商品 欢迎民众一同前来体验 记者林跟台南报导 基隆第一届超跑嘉年华将在 8月19、20后在基隆港东岸旅岸中心登场 中正路上还会有最吸睛的 0到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主办单位市政府与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欢迎民众来基隆住宿旅游 感受超跑嘉年华的美丽 画面上是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与各单位之前在嘉义举办的超跑动态秀 而这样的盛况 这个暑假也能在基隆看到 基隆首届超跑嘉年华 8月19、8月20两天 将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登场 有最吸睛的0到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很特别 很特别 我觉得很特别 很少会看到超跑聚集在一起 我们是用表演的感觉 让大家看看车子在这个0到200这中间 是怎么样的 那种感觉很过瘾的 所以我们有动态的 也有静态的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 我还是留点 你们一起来看就知道了啦 我还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 当有超跑就有美女 我们超跑的美女 我们有IG系列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跟我们的车模 和合照 然后透过IG的列印 马上列印出来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漂亮的超跑之外 还可以来看美女 而且呢还有摄影比赛 如果你觉得你的照片拍得非常好看 还可以拿奖哦 所以说这么好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 一二三 马力全开 奔驰剩下 我觉得除了中原季 我们希望有更多文化旅游的活动 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基隆来之外 未来 其实基隆 我认为 希望在我的任内 也可以举办 类似像澳门 新加坡 以及摩纳哥的一种城市赛车 大家都知道摩纳哥 澳门 新加坡 都是利用 城市的继承道路 来作为一个赛道的规划 然后每年吸引大批大批的旅客 到那个城市来 来做更多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基隆 如果要跟这些城市一样 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 来做国际级的这种城市赛道的这种活动 跟比赛 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要三天两夜 那这才能够带动经济效益 然后在这里像来到基隆 你一定要住吃 然后办手礼 这样子才能够全面面俱到 所以我是一直想说 我们既然要推光光 也要结合运动 这样的话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 不要马上走 然后在基隆多待个两三天 会让你回味无穷 这场超跑嘉年华记者会 包括交通处长王振宏 文化局长江廷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 也共同出席 欢迎各地游客来基隆住宿 并一起来观赏超跑嘉年华 除了直线加速动态秀 还有超跑的展示 小小超跑体验 以及委托行商圈发展协会 规划的基隆在地特色市集 各单位攜手一起带动基隆观光 旅速游购各方面的成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大南形象商圈 举办不一样的大南音乐会 邀请到桃园地方社团 与学生团体演出 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聆听 桃园市八德区大南形象商圈发展协会 十三日下午在大南形象商圈 举办不一样的大南音乐会 邀请到在地社团与学生团体热情演出 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桃园市议员的 段树文受访时表示 有感于商圈逐渐没落 希望能借由这样的活动带动人气 重新回到往日繁荣 自从我担任商圈的理事长以后 我深深的觉得 大南的商圈渐渐的没落了 现在人大概消费的习惯不同 所以说我想说 借着不一样的音乐会 来能够振兴我们商圈里面的 所有的店家还有兴旺地方能够繁荣 音乐会由在地的大庆里 眉飞色舞舞蹈班 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揭开序幕 舞者卖力扭腰百臀 充满自信的神情 与曼妙的舞姿 让台下观众看得是目不转睛 叫好声连连 继续演出的正妹舞蹈班 同样让台下观众掌声不断 活动更在桃园在地的 正深高中及信心高中 音乐社团演出中达到最高潮 我们大南的起源就是从戏院开始 从文艺开始 我希望商圈能够结合文艺 表现一个不一样的商圈 活动现场还有冰凉的仙草冰 供民众免费享用 不但消暑更能解渴 只见民众一碗接一碗 吃得不亦乐乎 主办单位还请来塔罗牌大师 进行免费占卜 一一解答每个人心中的疑惑与难题 现场还提供手挥面具 让亲子一同为面具 涂上五颜六色的颜料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邱洛华也受邀出席 大南形象商圈 他有结合青年活动 邀请到我们桃园当地非常多的 多所高中的音乐社到我们这个活动来表演 那也结合我们在地商圈的商家 那摊贩一起来共襄盛局 然后因为结合青年结合了地方特色 所以想要到场来一起共襄盛局 一起来体验 活动最后在网红歌手 优美的歌声中画下句点 大南形象商圈发展协会也预告 接下来会陆续举办相关活动 要将人潮找回来 重现大南形象商圈往日荣景 记者林志清 桃园采访报导 睽違三年的台电暑期棒球营 全台报名瞬间秒杀 台电表示希望可以让小学童们 到运动场挥洒汗水 培养强健体能和团队合作的默契精神 学童用力挥棒 将棒球打得又高又远 这是因为疫情关系 睽違三年后再度举办的台电暑期棒球营 今年一开半 全台各地国小学童报名马上秒杀 也让家长们非常开心 不论是在球场或是室内集合场 都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着自家小朋友 可以利用暑假期间 聚集在球场上挥洒汗水 学习锻炼体能 因为我喜欢打棒球 然后因为妈妈之前在网路上看到这个活动 然后她就问我想不想参加 然后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好 利用暑假的时间 多多充实孩子各个方面 让她去探索各个领域 然后接触不同的事物 那充实她的这个暑假的生活这样子 很开心台电办了这一个棒球营 让孩子可以来参加 很好啊 让他们暑假可以尽情的嗨 台电公司表示 今年全台球类营队都会安排有台电球员亲自指导 除了让学童免费参加外 也会发送环保回收再次的运动球衣 来赠送给每位学员 不只让学童从小培养节能环保观念外 也在学童和球员教练的互动下 养成对国球棒球的兴趣 长大后可以成为专业球员为国争光 将来想要成为一个棒球博手 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那台电公司成立已经77年 那我们为了回馈社会 我们台电对台电棒球队 曾经也孕育过很多的国手 所以在台电呢 他的不管是记忆 或是对国家棒球的贡献都很大 那小朋友也都很喜欢 那前两年回两年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一开始大家又碰到暑假 所以报名非常的踊跃 一开始就秒杀 我想这个是国人也期待 然后我们也办企业回馈 这个大家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就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的相处吧 一些就像我刚讲的 就是团体上的生活 然后礼貌那些 对不管以后有没有走棒球这条路 以后出去工作 我觉得基本礼貌 不管对前辈或 就是工作上的长官之类的 有礼貌的话应该都会比较吃香 台电暑期放电营 除了有棒球体验学习外 同时有举办羽球足球 篮球和排球的营队 也会保留名额 提供给弱势家庭的学童参加 暂时来放下手机 让暑假更加充实 亲身接触明星球员 也间接培养团队合作的默契和精神 不少家长在暑假期间 送孩子去上游泳课 从换气打水开始清水 去除对水的恐惧 游泳池里不少小朋友在学游泳 教练按照小朋友的程度分成十级 从最初的学习换气打水 倒可以靠着浮板慢慢游 再用自由式来回游 教练都会在一旁认真教学 小朋友也学得很有兴趣 因为我对游泳比较有兴趣 目前是六级 但是换气有点没有很通顺 潜水没有试过 但是划船那些都有试过 而学习游泳最刚开始 就要去除小朋友对水的恐惧 教练会拿许多道具 用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适应 水从头眼睛耳朵鼻子滑过 进到水里时要憋气 再适时换气 就比较不会害怕水 有时候没好气 有时候就要站起 一些初级的动作 比如说让他学习吐泡泡 用嘴巴吐泡泡 用鼻子吐泡泡 那我们那时候脸是没有在水里的 那我们到程度习惯了好一点之后 才会慢慢的让他练习 脸整个沉到水里面去 那比如说剪石头 或是刚刚有看到一些 鳄鱼爬的这些动作 都是练习让我们头可以下去的 一些前置的一些动作 那原则上我们在初级的部分 是用游戏包装成我们的课程 让游戏的过程中 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动作 是在我们初级游泳培养水性的部分 在游泳教学时 教练也会特别教小朋友下水之前 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小朋友也从游泳中得到乐趣 除了锻炼体魄之外 有兴趣从事游泳运动的话 还可以参加学校的游泳队争学 除了我们的游泳基本的知识之外 我们最重要就是水中安全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 包含我们的游泳池 它的所有的设施设备 都是符合教学池的 所以我们的水池是很浅 然后我们又搭配我们的 每个老师的分级教学 然后带给我们的学员 能够充实的学到他的游泳技能之外 又可以学到水中安全的技能 简单的说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 类似游泳队之前的一个先修班的感觉 就是我们先在这边练好了 去游泳队就不会那么的辛苦 他就是接受游泳队的训练就好 不需要再额外的再 可能再多练习一些 完全不熟的知识 那当然或许有一些动作 细微的动作是需要做调整的 那我们会在游泳队再做一个调整 夏天很热 下水游泳很凉快 也是很好的运动 不少家长就会在暑假期间 送孩子上游泳课 让孩子从小学习游泳不怕水 以后要从事水上活动时 因为有学过游泳 发生意外时也比较能够自救 在第一集的时候 老师就是玩中学 会拿一些器具让他们玩 让他们不怕水这样 对 也不会强迫小朋友 一开始就是头就要下去 所以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让他一旦不会怕水 那其他的都很OK了啦 是 就是他可能其他的潜水啦 或者是SUP那个 他都觉得应该都可以 听长说他哪天希望在爱河有利用 或在爱河玩毒物 爱河妈妈心脏应该要强一点 哈哈哈 幼儿来学的话 他第一个他比较早接触 他就不会对这个运动陌生 那他越早接触越早练习 他就当然成效会比较 当然会越好 高雄可以从事水上活动的场域相当多 但不少民众因为不熟悉水性 不敢下水 而从小学习游泳 可以去除对水的恐惧 也学习如何安全地从事水上活动 让从事水上活动成为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记者苏焕君 赖昌邦 高雄报道 再带你来看 亲子天下欢庆品牌建立15周年 即日起在松山文创园区 举办Open图书馆特展 除了设立作者互动区 还将图书主角及故事内容立体化 让参观的民众有进入真实通话世界般的感受 行政院长陈建仁拿起话筒 惊喜发现里面传来作者的声音 这是亲子天下在松山文创园区 举办的Open图书馆特展 携手十五族海内外童书作者与会者 以及五族人气童书角色 包括怪节 佐罗莉 动物警探达克比 小火龙兄妹 以及小行星热热等 打造一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奇幻空间 也呈现亲子天下十五年来 致力支持本土童书创作的成果 每一年的出版物里面 百分之五十的作品 要来自我们在地的作者跟作品 那我们也同时希望能够帮助 过往在资源上相对弱势的 这个本土创作领域里面 我们希望花费更多的力气跟资源 能够让台湾的创作者 被更多的大小读者们看见 被更多的人喜爱 那因为这样的初衷 累积了十八年的资源 带来我们丰沛的这个IT 六百个品项全版权的运营 曾以共同作者身份出版过 童书小大人的工位素养的 行政院长陈建仁 对童书作者将艰深的流行病学 知识童书化相当佩服 是一个大学学者 能够有荣幸 而且很喜悦的 能够跟我们的童书作者一起来做 我看完了他们的创作以后 我觉得说 哇 我要跟他们学习的很多 这一个很艰深的知识 透过他们的转写 然后呢 透过他们的这个绘图呢 竟然都能够很了解 我回去 很多的朋友 都买了我的书以后 他们就说 诶 这个陈老师 这个东西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亲子共读 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找 有多少个管理 打破以往静态展示 及单项阅读的方式 Open图书馆特展 除了有与作者互动的区域外 更把童书角色及故事内容立体化 让大小朋友亲身体验 作者形素的想象世界 在这里面你可以进到 打课笔的世界里面 仿佛吃了缩小糖一般 在这里面有巨大的充气的草丛 所以你可以在草丛里面穿梭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那当然呢 还有在我们小年龄段 小朋友最喜欢的乐乐的展区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享受就是台语剧场的演播 同时呢 也可以在这边进行绘画的创作 当然啊 如果你也胆子很大 非常有勇气的话 我们里面呢 也有鬼屋的场景 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探索 所以小朋友进到鬼屋的场景 我们的小火龙的恐怖学员里面呢 你可以去翻找一下 在可能里面有角落 或者是在时钟里 或在抽特里面呢 会有鬼怪直接跳出来 挑战大家的勇气 那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都希望 所有的大小朋友 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童心 然后找到象象力 像进入达克比展区 就好像被缩小灯照到一样 巨大的草丛 其各式昆虫处处充满惊喜 作者胡妙芬也分享 为什么以鸭嘴兽创作出达克比警探 这个备受小朋友喜爱的童书角色 因为我需要一个 可以上山下海到处去办案的 动物警探 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搜寻 我的脑袋里面 有什么动物可以符合这样的条件 而且又非常的可爱 那就是鸭嘴兽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 那个达克比警探的角色 乐乐展区则是有台语剧场及蜡笔彩绘 亲子天下将台语与童书结合的做法 也获得行政院长陈建仁大力赞许 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 我做台湾人是一个人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说国家务员的发展 亲子天下也进来了这样的一个场域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要谢谢我们帮我们来推动国家语言的发展 陈建仁表示 阅读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童书则是小朋友实现梦想最好的开始 Open图书馆特展将让大小朋友打开感官想象 享受创造力的无限自由 这项特展从即日期展出到8月27号为止 欢迎亲子在暑假期间 一起来场难忘的冒险旅程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桃园市民政局在桃园护镇所举办护镇小学堂 属其营队带孩子们认识并体验护镇工作 还分组扮演小新郎 小新娘以及小小护镜园模拟体验登记结婚 可爱的模样蒙翻了整个护镇所 你要办什么 我们要办结婚登记 小朋友们分别扮演某某的小新娘新郎 以及小小护镜园模拟体验到护镇事务所登记结婚 桃园市民政局在桃园护镇所举办护镇小学堂 属其营队带孩子们认识并且体验护镇工作 一开放报名就被秒杀 深受民众跟家长的喜爱 护镇小学堂是由我们桃园护镇事务所 王琼慧主任主办 当然这个已经办了好几年 就是让我们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 来体验我们护镇的工作 今天也特别办了一些结婚登记的一些实境 让他们去操作 体验一下护镇 护镜园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今天也照了结婚照 他们说真的这些萌萌的小朋友 来体验这个是在夏日 暑期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事实上是免费的 参加的小朋友 幼儿园是线上报名 今年上午一梯下午一梯 那这次活动一上线就马上就满了 我们民政局会持续推动相关的 业务的行销 让民众了解我们护镇 营队中小朋友们实际体验 第一线为民服务工作与模拟登记结婚 过程中还结合护镇知识的介绍 孩子们都说很好玩 你觉得今天活动好玩吗 好玩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地方 你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半结婚 半结婚 这是你的新娘吗 有 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很好玩 你觉得今天活动好玩吗 好玩 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 好 也是结婚吗 参观 这次一共有四间幼儿园报名参加 风和之光幼儿园老师表示 希望让孩子们透过迎对了解 人生需要的护镇时刻与知识 小朋友们表现都很投入 觉得活动规划可不错 就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 小朋友可以学习到 从出生到我们老去 整个过程可以接触到 护镇事务所的这些机会 会有哪些 让他们去了解一下 这样子 其实还不错 他们还蛮融入在体验结婚登记 这一块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真的蛮好的 护镇机关跟每个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 包含出生 结婚 生子 搬迁等都需要到 护镇事务所登记 民政局希望透过活动 宇宙娱乐 从小培养学童正确户 及观念与知识 过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记者在尾一投影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南生蚝专卖餐厅开幕了 号召民众吃美食做工艺 只要卖出一粒生蚝 业者就捐食元给大国际 伤口与再生中心 帮助罕见疾病的患者 同时店内也有泡泡绒艺术家 刘佩晶的艺术画作 供民众认购 酒吧的形态多元面向 这间位于台南市成功路 巷内的特色酒吧 则是专卖法国空运的 生蚝和各种葡萄酒 业者因为曾经在国外 吃过生蚝 爱上那种滋味 所以兴起开店和民众分享 甚至要搭配品酒课程 同时祭出免费包场的抽奖 我想说 既然我们是台南人 也居住在台南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把生蚝这个东西带来台南 分享给 喜欢生蚝的每一位朋友 所以就开了这间店 另一位陈廷飞相当感动 也认购一幅 其实是一种感动的一个心情 因为他就需要是大家给他机会 让他机会 让他表现自己 那我们的支持就是让他能够走出 自己的一个创作 表示我们都支持他 那我们认购他的作品 除了鼓励他以外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来支持 就是我们泡泡龙协会 您知道吗 其实店内主角生蚝 他所富含丰富的心 就是皮肤伤口的修复再生不能欠缺 所以业者以将心比心的心情 进一步和城大国际伤口修复再生中心签约 日后只要卖出一粒生蚝就捐十元 用长期的行动来尽一分心力 心这个东西对伤口修复 它有很棒的那个修复的功能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东西是以往 我们没有想到过的部分 所以才开启我跟城大医院 这一次合作的契机 如果要让我们泡泡龙的小孩 他们的伤口能够修复的比较好 他们需要的心非常多 是吃生蚝基本上是太贵了 所以呢要平常就要补充心 但是我们很高兴 这个Lachianic这一家 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 可以帮助到这个泡泡龙的作者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在他生命这么困难的时候 能尽一点我的微薄之力 而且是在这么美好的环境 然后享用这么美好的餐点 希望把这一点小小的心意 让他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根据了解罕见病友服务 以及到宅医疗 成大一年需要筹募六百万 而在热闹温馨的开幕酒会当中 大家都要成为他们的最大后盾 也邀请您吃生蚝做爱心 记者顾文集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年轻的职业妇女陈美玲 秉持着对美食的热爱 勇敢放下职业生涯 在安南区一安路二段 开启早午餐餐酒馆 期盼为安南区餐饮业 带来新风貌 与餐饮多元文化的潮流 位于安南区一安路二段 有一间安南区很少见的早午餐 以及餐酒馆新开餐厅 而且在假日还有乐团歌手表演 在安南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而且这间餐厅的餐点 不止口味好 摆盘也很用心 因为这都是老板陈美玲的坚持 用煮给家人吃的心意 料理给每位顾客 我想要让大家可以享受到 本餐厅的所有对自己 对人生 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以顾到的养生 然后还有因为毕竟在家中 遇到蛮多一些事故 那这些事故当中呢 就是会体会到人要吃的健康 所以我的餐点都是健康的 素食的也可以用的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 人家可能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些 我们的执着跟我的信念 我想把我的理念在在地 在安南区可以推广开来 看到陈美玲这么努力 为故乡的餐饮多元文化打拼 议员蔡立新也运用自己的网路平台 替这间店做宣传 同时也向大家推荐他们的美味料理 我们这边的年轻父母呢 其实一到了假日 就是带着孩子往市中心去冲 不会留在安南区消费 因为没有那种灯光美气氛 加环境悠闲优雅的一个用餐的餐厅的环境 那所以他就是自己土生土长 这个陈美玲老板 他希望在安南区可以开始有这样的店面 就是他带着小孩子冲市区的那种心情 他可以希望未来可以在安南区 所以他就率先自己先很勇敢的尝试了这间店面 那他希望这个带动以后呢 可以用成功的效果去吸引餐饮同业 聚集到安南区来开店 让安南区的餐饮业可以再进一步 而且可以再升级 这间餐厅的餐点口味非常多元 餐点包含义式松露鸭胸炖饭 日式和风鲨鸭挂虾 中式的胡麻松板猪炖饭 黑蜜吐司 养生粥品等各种中西餐点口味 而且大部分的食材全都是当天采买 为的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最新鲜又健康的美味料理 记者张瑟维采访报导 巴掌大的西瓜你有看过吗 高雄有一家种子公司开发出迷你小西瓜 让不少民众的少女心大喷发 不但攜带方便吃起来也不会太甜 很符合现代民众重视健康的趋势 一颗又一颗翠绿的迷你小西瓜外观看起来实在有够萌 实际对比一下大概是一手就能掌握的大小 切开来可以看到红色的果肉 亮丽的色泽 一口咬下多汁的口感让人爱不释手 我觉得跟一般大西瓜比起来就是它的甜度来说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清甜的那种口感 果实的那个脆度也很够 然后很应该也算是有解渴 就是因为它不会很甜然后水分又很多 浑圆娇小的可爱小西瓜拿来当作饮品的容器 也是消暑又吸睛 将冰块 莱姆汁 西瓜汁与汽水 加入果肉挖出来厚的西瓜皮中 再放上柠檬片与薄荷叶等装饰品 一杯清凉又消暑的饮品就大功告成 这样子简单的操作 就可以完成我们夏日的西瓜 手长大的mini ball mini小西瓜 在2023年台北国际食品展中备受瞩目 而它的开发过程更是诞生于一场美丽的意外惊喜 透过独家配种技术 突破消费者对西瓜的尺寸想象 这个是人工展板公司大概历经十年的时间 当初会找到这个材料是因为 我们公司为了要好去做材种的工作 所以从多尺的西瓜里面去研发出来 这种mini果的小品种出来 那因为现在市场越来 家庭刚刚讲的家庭的结构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顺势把这种交配更好的品种出来 让市场可以有这种mini西瓜出现 虽然目前价格相对比较高 但是体积小方便攜带 而且不用担心太大一颗会吃不完 有不少人愿意尝鲜 目前量比较少但是价格很高 但是购买的意愿大家看到 哇怎么这么可爱都想要买一颗 回来试吃看看 所以整个市场其实一直在起来 除了体积小之外再加上吃起来不会太甜 也符合现代民众重视健康的趋势 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mini西瓜 其实它的甜度大概就是在9到10度而已 让你吃起来很清甜 但是又不会腻 不论是将西瓜对半切开来 直接用汤匙挖来吃 或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大家分享着一起品尝都很方便 翠绿娇小的mini小西瓜 让不少人少女心喷发 因为这个外观实在蒙翻 记者曾光佩庄说亭高雄报道 多次在全国赛事中取得好成绩的 桃园寿山国校太古队 在孩子们热情与出色的表现下 不仅声明远播 也成为全校师生都会学习的特色课程 多次在全国赛事中取得好成绩的 桃园寿山国校太古队 磅礡的鼓声和精湛的记忆 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一开始的成立只是个意外 负责带队的寿山国校音乐老师 介绍成队由来 原本只是希望能让同学们 接触多元的音乐 而在课后成立太古社团 但在孩子们的热情与出色表现之下 寿山太古队渐渐打出名声 并改制成为校队 选一些比较优秀的小孩子 那就开始成立了有关太古的校队 那后来我们经过几年的练习之后 那我们尝试第一次出去比赛 那当然第一次出去比赛 经验以上也是不足 所以当时的成绩并不是很优秀 那幸好当时的那批小孩子是 我觉得是蛮有冲劲的 所以他们在第二年 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 就冲上了第一名 因为现在也面临到少子化 所以我们的太古队的成员 也变得比较少 那我们可能 再来将来我们可能有所规划的是 可能会做一个微调整的方式 可能会加入打击乐器 让他们有多元的去尝试 键盘乐器也是接触另外一种 不同的多元的音乐 然后也让太古队能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出来 负责训练他们的太古老师表示 那太古不需要有太多音乐基础 十分适合小朋友从小学起 可培养体力耐力与意志力 而每年他都会带着新加入的队员 从肌肉训练开始学起 共同努力来展现如何利于美的古乐 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训练 都会先从最基础的一个 16分音符啊 还有重音啊 针对手的肌耐力跟速度做训练 然后再过来 我们会用现有的团员看多少人数 然后我们针对学校的编制 然后会分声部给他们打 特定的为了他们量身定做的鼓曲 我觉得最重要的孩子是要能够吃苦耐劳 因为打鼓 因为打太鼓他展现的是利于美 所以他基本上如果是耐不住性子 跟不耐磨的孩子的话 他其实会喊累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他体力很撑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打太鼓 我是训练除了专注力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对他们自身的一个 本身在自律上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一个演奏乐器 而一路以来太鼓队的好表仙 也让后来寿山国小将太鼓 并定为全校师生都要学习的 特色音乐课程 并从中培养适合的人才加入校队 助力正向循环也成为学校亮点 那我们的太鼓队他有特色的课程 就是我们每一周低中高年级 会排一节的这个太鼓的课程 让老师能够从全班去上课 然后在上课的过程中 然后再找寻一些比较优秀的 或者是他对太鼓真的有兴趣的 那我们再把它融入到 我们的太鼓的训练的课程当中 入选为校队跟社团的这个队员 那我们会另外增加 像星期五的下午放学的时间 课后的时间让他们来这边做练习 面对接下来寿子化带来的招声挑战 寿山国小校方表示 未来也希望能加入其他打击乐器 不仅让队员接触多元乐器 健全学生生心发展 也可以丰富寿山太鼓队的演奏风貌 让受伤太鼓队震撼人心的鼓声 能继续在零礼以待传颂 记得绿萍卫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